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哈囉 我是小熊 今天要來開箱 這一個是玩樂的一個家夥 那我自己有購買 MIDI FIGHTER 就是這台 想說要湊齊 MIDI FIGHTER 就是那個選鈕的 MIDI Comptroller 那我在 DJTAG TOUR的官網購買 這台呢 是204.99塊美金 另外再 可以再折扣掉 10塊錢的 Discount 10塊錢美金的Discount 是跟那個 國外銷售員拗的 但是到台灣來呢 台灣這邊的快遞 又在跟我收了 249塊的 的關稅 台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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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這個 就有一個 稅金的一個 一個收據 好 那側邊是用 封鑽膠帶 那這個是DJTAG TOUR的 Logo 先把這個Paper拿出來 來 所以 相較之下 直接在台灣這邊的代理商購買 好像 比較便宜一點 台灣這邊的代理商好像賣 7300多塊吧 我當時我也沒有想到 有關稅這種東西 不過其實我之前呢 並不是 欸 最主要不是為了要省那一點錢 去國外買 是 他們有賣那個L型的那個 怎麼講 Type-B-L型的USB線 然後這邊 那種線很少見 就是他們家有 而且他們家的 顏色也很漂亮 這樣子 然後還有那個旋鈕 旋鈕 它也有比較特別的顏色 噔噔 那就是現在開箱 這是我說的那個旋鈕 我買一些旋鈕來 可以做替換 可以讓MIDI FIGHTER TWIST 比較有點風格 然後這是一張卡片 就有點像明信片的東西 這張是 這是 訂單的清單 好 這是 Sticker 貼紙 這也是貼紙 再來我說的就是這種USB線 L型的 它也做得這麼顯眼 然後它的 它的表面也有鍍金 接觸的部分 金屬部分有鍍金 我買了四條 有白色 紅色 綠色 跟 跟這個 算橘色吧 四條 再來就是這個 MIDI FIGHTER TWISTOR 它這個MIDI FIGHTER 它有附這個 就是外面可以套起來 但是這個 就沒有了 看一下外觀 就蠻簡單的 就是 產品的外觀 OK 上面有用這個海綿 擋著 讓它不要上下晃這樣 OK 看到主體 比MIDI FIGHTER還要中 然後這邊一樣有按鈕 左右邊各三顆 然後這個按鈕按下去的感覺呢 跟這個MIDI FIGHTER不太一樣 大家有跳聲音嗎 這是MIDI FIGHTER 這是MIDI TWISTOR MIDI FIGHTER MIDI FIGHTER 那個旁邊的按鈕呢 比較 比較硬一點點 好 那底部呢是一個大凹陷 沒有LOGO 然後指滑呢 是這種扁平的指滑 像這個MIDI FIGHTER 它是突出來的指滑墊 它是突出來的指滑墊 然後這邊一樣 這邊一樣有LOGO USBPORT呢 在後面 然後這個旋鈕呢 是 它雖然是 裡面 應該是用那個 應該是用那個 螺旋編碼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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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它轉起來並沒有 一格一格的感覺 並沒有一個一個的感覺 它這是可以壓的 OK 那它這個除了可以用在玩音樂之外呢 它這個 還可以做假用途 像你可以連結到像 Adobe 的那個Lightroom 你可以用這個 就快速 當然要透過一些外掛 然後就可以去控制你現在的 顏色亮度什麼的 針對這部分可能會也很方便 那當然 它最主要還是 我會拿來玩音樂 比較多 過 那這樣就 湊一組這樣 那它裡面是 附一條 黑色的UZ線 那也是 我想要的這種 90度的 那裡面還有一張 保固卡 那再來就 沒有了 應該是這樣 應該是這樣 如果有些電腦沒有用任何音樂軟體 單純接上來的話 它也是會亮 然後 旋轉呢 它也會 也會有那個旋轉的程度 的 白色的LED 跑出來 那去呢 會有黃色 這應該是浴色的 然後這些顏色可以透過它 官方提供的軟體去做變更 這綠色 OK 那這個是螺旋的編碼器 那 那 我本來想要 也想要自己做一台這個 MIDI MIDI的Twister 但是因為 就是他們家算是真的蠻漂亮的 那我也想要買起來正常 那這個是一般 就是在 電子商場 買得到的一個 類似模組 好 那個 旋轉編碼器 就是螺旋編碼器 那它其實 就是一個 因為像你看到這個 它可以一直轉一直轉一直轉 它沒有到底 它不像那個 可編電阻 它是可能 它有一個範圍的 你沒辦法轉超過 它可以一直一直轉 那這個還可以壓 那像這個是螺旋編碼器 對焦一下 好 對焦 那 大家可以看到 它轉一下 它是會一盾一盾的 只會卡一下 卡一下 那這也可以壓 看一下 所以它這個 它這個螺旋編碼器 其實還蠻特別的 就是 它是沒有一個 盾點的 好 我先把它拔掉 好來看一下 它這個 旋鈕的蓋子 總共買了 誒 呼動顏色 呼動顏色 然後它這個 它這個旋鈕呢 外面呢 外面呢 是軟軟的 有點像香米茶的感覺 好 有點像香米茶的感覺 反光五種顏色 它還有更多啦 只不過其他顏色 我的認為不太適合我 好 這應該是可以直接拔起來 現在可以直接抽起來 就可以直接換上你喜歡的顏色 這樣這樣 OK 然後它這個是 切開的 然後它這個是 就它這個旋鈕呢 它不是完全圓形的 它是有一邊有切開 好所以當然 如果你在 你要用其他自己喜歡的旋鈕 不一定要在他們家買的話 還要注意就是 它是這種切開的旋鈕 OK 那之後再來分享怎麼樣使用它 來玩音樂 或者是 連接到 像是 Adobe的Lightroom 來調整顏色 之類的功能 就是還蠻好玩的 因為其實我自己有做 我自己做的是像這種 那它是可變電阻 所以它你看 各位可以看到 它就是 轉到 某一個地方的時候 它會卡住 它到底了 左邊轉就到底了 欸逆時鐘轉已經到底了 所以要到順時鐘轉 這樣子 那這種是 肉圓編碼器 它就可以一直轉 一直轉 一直轉 OK 這樣是不是很漂亮呢 很鮮艷 好 那現在來檢查 怎麼檢查呢 我是 安裝 他們官方的軟體 那剛才遇到一個問題 因為我這個軟體是舊版的 我原本是用 它這個軟體的版本是 呃 2.63版本 然後它現在有建議我 來升級 那我的桌機呢 有升級 那我桌機升級了之後 就變2.65 但是2.65就出現一個問題 我連接會當機 像現在看到這個是我 欸 其實我升級的這個是我的筆電 那我現在是接到我的筆電上面 那如果我今天是改接在 我的桌墊 大家可以看到我桌墊軟體 它連接之後它就會 一直一直跳一直跳 不斷的跳 好 而且 而且 我今天把這個 Twister換成我的Midified 一樣 一樣是不斷的 當機重啟 現在是接到我的筆電 接到我的桌 就會一直當機重啟 好Midified 那我現在是還沒有試過重新開機啊 不知道重新開機會不會回復正常 或者是他們更新了之後 他們的 設定的軟體沒有寫好還是這樣子 好 那我現在要來測試的呢 就是測試 它的每一個的顏色 好那這邊就不升級 好那現在這個就是它的設計的頁面 那大家可以注意到 右下角這邊就是 一個是按下去的 顏色 一個是沒有按的顏色 那這邊 它設定方法好像比較不一樣 它是一次點了之後 你要再去按顏色 它才會這樣設定 它跟Midified的設定方式不太一樣 那連續設定的話 它右下角有一個Modible 把它點開 然後你選了這個 它外圍會多一圈藍色的圈圈 那就把每個都選起來 好我現在要來測試 它的顏色是否都正常 就是 每種顏色都會亮 那我先調黑色 黑色就是不亮 那選了黑色之後 大家可以看到 就全部都變黑色 那我再把這個設定傳到的 Midified Twister 好現在是沒有亮 那壓就會亮 OK 再換它藍色 藍色就是 初始的顏色就是藍色 OK 再來是淺藍 它 它這個藍色 就是 怎麼講 它這個顏色 就是慢慢的轉變嘛 所以可能在轉變過程中看不太清楚 看不太出來有差異性 基本上是沒有問題 但是顏色就局限這一些了 好 那 像Midified它上面有四個 四個Range可以選嘛 四個的16個按鈕 的音效可以選 那 這個它也有四組 那它四組 它是設定在按 在左右邊這個中間這個按鈕 好來 設定 你今天是 要到哪一個Range的 控制 控制板這樣子 好 那至於它寫在哪裡呢 像下面這邊 就是 Left Button To Function 就是前一個 控制 的 部分 那就是後一個控制的 所以我 所以現在看到這個軟體的 Bank 2 Bank 3 Bank 4 像這樣 它沒的顏色不一樣 所以我今天 壓這邊 它顏色會改變 那就可以分別控制 16乘以4 就是64組 不一樣的設定 這樣 好 那基本上 演測的時候是正常的 那再來 就測試 按鈕每一個按鈕都反應 再來 把它 看每一個白點的這個燈 是不是都會亮 好 都會亮 不過有一些 缺點 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清楚 這個缺點 像這第一個這燈呢 還蠻飽滿的 然後到了這後半段的地方呢 就開始燈都沒有飽滿 這燈都沒有飽滿 可能是下面這個電路的這個 電路板沒有放的置中 而造成這種便宜的現象 像這邊也很誇張 其實那我半月型的 不是完全圓形的 可能會稍微影響到美觀 但是實際作用可能不太有影響 大致上可以知道全在哪裡 不過畢竟我還是消費者 總是KLZ買到的東西是不是好的 好 然後再講另外一件 傷心的事情 就是這個東西從美國寄過來 這個旋鈕呢 我總共買了 六種顏色 欸 灰色 欸 我買了我看一下 五種 一、二、三、四、五、六 對我買了六種顏色 那六種顏色分別是 藍色、綠色 然後 灰色 灰色、灰色 剛好看到灰色 藍色、綠色、灰色、橘色 紅色、還有個黃色 然後他竟然沒有把黃色寄給我 所以等一下可能 在他們上賣時間呢 可能在他們的網站有 Live chat 就是 線上 跟那個賣家溝通的一個 聊天室吧 就問他 欸這部分那怎麼辦 要退錢呢 還是 以其他的 像是 營銷檔啊 或是軟體 來取代 所以他媽已經miss掉了 好 好 那 我不曉得那個軟體會這樣當掉 是我沒有重新開機的關係還是怎樣 因為我現在在下載東西 所以也不太適合重新開機 大致上沒有問題 就 軟體 再來 我的黃色的這個旋鈕 現在沒覆給我 好 那他這個軟體裡面設定的東西 其實 算是還蠻多的 那 可能 需要 其實 想去 去了解怎麼使用 讓它看起來比較炫 好 網路上面有很多 在表演的人 用這台都很炫 好 之前呢 就 購買那個 MIDI Fighter Twister 然後 也有順便買那個旋鈕 但是 我少收到了四個黃色的旋鈕 那有個 那個 DJTT 的那個 那個 銷售員 告知他 然後他就是補記 補記 而且用最快件的方式補記 而且他遮住的是我的地址 那他這邊還有用手寫 DKSF219 看不懂這是什麼東西 他是前幾天到的 他就薄薄的一個 氣泡 這應該是氣泡紙袋吧 氣泡紙袋 那你就來打開 我本來想說 用他那個 網 網站的音效檔來換 就不用再記了 沒想到 我講完 還來不及 還來不及跟他講說 那是不是可以換成 就是 網站的其他 就是可能軟體 來下載就好了 不用再記 因為就是還要再花一次 能夠運費嗎 那 我等我想到的時候 他們已經記出來了 就是還蠻有效率的 雖然 第一次購買的時候 他忘記放進去了 然後 這個是 黃色的 玄鈕 四個黃色玄鈕 這個paper 然後 這張 第五的紙 上面就是 地址 跟 他用USPS寄的 就是 它貨運裡面最貴的 然後一張 明信片 這跟之前那張一模一樣 然後 依舊是貼紙 貼紙 再來就是 黃色的玄鈕 四個 很可愛 四個 然後 MIDI Twister 當然 我其實買超過16個 所以 我說的16個 是不同顏色 加起來16個 所以 可能就只能挑其中的某一組來換 因為 畢竟買的嘛 就是要跟他 買了 然後少了 當然是要跟他再要 這樣子 對 就黃色的到了 然後這些顏色其實都是 很漂亮 很漂亮 就是按照心情 或者說是要表演的時候 按照自己的那個Preset 就是預先設定好的來換 就可以知道 這個顏色的按鈕 是做什麼用途的 這樣子 就很漂亮 好 所以就是 購買的 體驗算還不錯 就是 客服 因為他們的上班時間 剛好是我們的晚上 所以我們就 我就等到 大概12點之後 他的 線上資源 就是已經可以使用 線上聊天師 可以跟他講 這樣子 然後也可以在那邊 跟他拗一些Discount 他會給5到10塊錢 美金的 一個 折扣這樣子 當然 在不同時期 也會有特定的折扣推出 所以 可以追蹤他們的那個 E-mail 訂閱他們的E-mail 他們定時會丟出一些優惠活動 這樣 像這台 我就是用 194塊美金 購買的 他原價這個 大概219塊美金 就這個就是 特定時期的優惠購買的 特定時期的優惠購買的 還不錯 好 然後 黃色的部分 就先收起來 目前 這種搭配的顏色 我自己很滿意 OK 讚